开国元勋李善长,76岁告老还乡,却仍被诸九族,原因竟是这件事。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一起畅游历史。 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们,不难看出草根皇帝朱元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残暴。 他能凭借一只碗闯天下,能够拉出一只像样的队伍闯天下, 却唯独不能放过这群昔日里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手足兄弟,在礼善长的帮助下, 朱元璋这头丛林猛兽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不再担心后方失火,安心无余地施展拳脚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的丞相。 自从朱元璋还在乾隆时,就已经无怨无悔地追随了, 为何还是会落到和哪些嚣张跋扈的武将一样被抄家灭族呢? 下面小妙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朱元璋自从得到了李善长的帮助后,就不再操心于是否要腾出一定时间和精力去安抚手下那帮曾经一起打天下的怀惜兄弟们。 这在朱元璋打下朱家天下之前,的确是帮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 而他也在明朝开国后,或多或少有过真心地夸奖过这位曾经倾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大功臣。 说他帮助自己解决了粮草自重等军功大小问题,帮助自己稳定后方,是一名难得的豪宰相, 甚至说李善长对自己和朱家王朝的贡献超过了萧和对汉朝和汉高祖刘邦的贡献。 这话,不得不说,确实有几分道理。 当时,朱元璋还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什么都不具备。 但是,李善长却看出了他朱元璋身上独有的帝王之气, 于是,他心甘情愿地辅佐朱元璋。 不得不说,就这份远见,也足以让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备受老朱的倚重了。 李善长是朱元璋手下的头号谋士。 他的地位相当于汉朝时期的萧和。 朱元璋一统天下后,认为李善长的功劳最大, 封李善长为一等功,刘伯温仅仅是三等伯爵, 李善长为人谨慎,他对待朱元璋一直小心翼翼, 从来没有做过得罪朱元璋的事情。 当李善长发现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变后, 立刻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辞去了所有的官职, 安心回家养老。 实际上,李善长辞职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 身体条件非常健康。 他告老还乡,仅仅是为了保命, 李善长隐居回家之前,朱元璋赐给了李善长免死金牌。 这个金牌能够使用三次,免出李善长的两次死罪, 免出李善长后代的一次死罪。 之后,李善长一直隐居在家,很少顾问朝廷大事。 一直到了李善长隐居十九年后,朱元璋突然派人抓走了李善长。 朱元璋借口李善长谋反,杀死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 李善长的免死金牌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李善长被杀的时候已经接近八十岁, 不可能对黄泉产生威胁。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李善长呢? 矛头开始指向李善长之前, 就不得不提他到底做了什么让朱元璋如此忌惮。 其实,他确实是没做过什么有害朱元璋的糊涂事, 但是就算他在无辜, 也早晚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下场。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为了能够让兄弟们更加卖力地替自己去打天下, 朱元璋才允许李善长去拉拢, 团结这帮怀惜弟兄, 但是随着一天天地相处, 朱元璋也看出了这帮兄弟们可不只是满足于简简单单的封关败后, 赏赐金银财宝这样的俗礼, 他们更是不会看在眼里。 他们这帮怀惜兄弟, 骨子里就有一股路灵好汉草莽英雄的尽头, 打起仗来是十足的卖命不假。 但是要是论起来野心, 他们也只是略逊于朱元璋罢了, 更有那些个不怕死的莽撞人, 竟然还说起了朱元璋早期的官职, 还不如他们这帮卖命的兄弟, 这样的兄弟也只能在老朱还没崛起是兄弟了吧。 他们的眼界, 格局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了。 而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 毕竟都是曾经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老朱也曾经想过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 于是朱元璋开始安抚浙东地区的刘伯温等人, 但是由于怀惜弟兄势力太过庞大, 没多久, 刘伯温等人的地位就受到动摇, 但是这刘伯温等人可不仅仅是浙东地区有才干的能人俯陈, 他们更是朱元璋用来试探手底下兄弟们的风向标。 看到了自己亲手扶持的势力, 竟然会被曾经那帮打天下的莽撞兄弟们打压得连腰都支不起来, 朱元璋彻底警醒了。 这一次, 他彻底侵办了胡维庸一案, 由此牵连到了大力辅助胡维庸的李善长等人。 看到这, 你应该知道为啥李善长这样一生没啥大毛病的功臣, 竟然会有那样朱九族的凄惨下场了吧。 朱元璋满年是杀成仙, 很多功臣都因为小事突然被杀, 李善长一直老谋深算, 朝廷里面的很多大臣都跟李善长有一定的联系, 纵然李善长不过问朝政, 朱元璋也不想让李善长这样一个威胁活着, 有人看到这里会说, 李善长已经快要八十岁了, 马上马就会离开人世, 朱元璋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呢? 实际上朱元璋杀李善长的时候, 朱元璋也已经步入了老年, 因此朱元璋担心自己熬不过李善长。 除此之外, 李善长还犯下了一个错误, 胡维庸案爆发的时候, 朱元璋就已经开始猜忌李善长。 胡维庸是李善长一手推荐起来的大臣, 不管胡维庸有没有谋反, 朱元璋都以谋反罪杀死了胡维庸, 而李善长作为胡维庸的保健人, 肯定无法置身事外。 据说在胡维庸造反之前, 曾经找李善长商量对策, 李善长称, 我的年龄大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这个传闻是李善长被定罪的主要依据之一, 其实李善长即使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真正参与谋反, 不应该被诛杀九卒, 在李善长被杀后,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为他名不平, 其中有一个官员写了一封奏折, 在奏折中, 这位官员称李善长已经是明朝的第一功臣, 他如果跟着胡维庸造反, 充其量还是第一功臣,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造反呢? 朱元璋知道自己对不起李善长, 也没有严惩这个官员, 只能说李善长没有遇到合适的主公, 像他这样懂得进退的臣子, 本身应该能够一仰天年, 可惜朱元璋猜忌心过重, 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告老还乡十九年的李善长, 不过, 史学家表示, 朱元璋遏制官员结党的残暴手段, 也直接让大明王朝续命二百四十六年, 明朝后期的党争可谓愈演愈烈, 直接残酷了一个王朝的统治中枢, 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 因为功臣位高权重威胁皇帝的权力, 古代很多皇帝都在大业完成后屠杀功臣, 其中屠杀功臣最为彻底的一个人就是朱元璋, 他的残暴也是有原因的, 早在朱元璋和一帮怀惜兄弟闯天下时, 就有人不看好他的队伍, 在当时的封建传统观念里, 像朱元璋这样没有背景, 没有根基的草根英雄, 没有人会相信他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天下的霸主, 但是李善长这个堪称明朝的开国宰相的大功臣, 他却有这样精明独到的战略眼光, 他对于明朝以及朱元璋的贡献, 可以相比于萧和之于汉朝以及刘邦, 堪比诸葛亮之于蜀汉以及刘玄德,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 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中, 除了英年早逝的几个人外, 其余的人大多都死在了朱元璋的屠刀下, 朱元璋不仅杀死有威胁的功臣, 还斩草除根将功臣的后代屠杀殆监, 仅仅在湖兰之狱两次事件中, 朱元璋就千年杀害了四五万人, 而在被朱元璋杀害的功臣里面, 最冤枉的一个人就是李善长了, 通过我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李善长被朱九卒和朱元璋, 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里是妙文史, 将不断更新新的内容, 喜欢我的记得点个订阅, 收藏起来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